女娲是创世女神,大帝之母,山海经,大荒西经,记载,有神识人,名曰女娲之长,化为神,处立广之也,横道而处,处词,礼记,汉书,也都有女娲,创造万物,捏土造人,创造婚嫁,创造音乐,炼诗补天的相关记载,是本世景天又在,女士,天皇封地于如水之阳,后为天子,因称女皇,天皇便是指福系,至于女皇,应该就是指女娲, 女娲一族很有可能是存在的,辽宁挖出五千年前的女窝像,容貌复原后,专家,中国最美的人,这里是单看世界,带你领略全球风云,探寻历史智慧,红山文化范围很广,东北起热河地区,北起内蒙古中南部地区,南至河北北部,东部达到了辽宁西部,而这个疑似女娲遗址的红山文化就是位于辽宁省朝阳市陵园,建平两县村的牛河粮村,上世纪八十年代, 考古工作者在牛河粮发现了一座女神庙,庙中出土了一尊完整的泥宿女神头像,和女神头像同时出土的,还有六个大小不同的残体泥宿女性群像,五千多年前,属于母系文明,信奉女神,这点并不奇怪,但是值得注意的是,出土的的女神上必速建空腔内带有枝骨,专家推测,这可能是人骨,这跟女娲用黄土做人有着惊人的相似点, 自从专家发现女神庙之后,又推测周边可能还会有相同的文化遗址,果不其然,在距离牛河粮女神庙一公里的地方,发现了一座小土山,经过初步判断,这座土山是人工夯住起来的,地面上的夯土堆直径近近四十米,高十六米,土堆形状呈现圆锥形,类似埃及的金字塔, 在土山上四处散落着,带着红杉文化特征的枝字纹,彩桃片,以及野铜干锅片,在土堆顶部还发现了一千五百个炼红铜的干锅,每个干锅大约有一尺多高,这些炼红铜的干锅又跟女娲补天,炼成五彩石补天像吻合,而金字塔,土堆附近拥有小金字塔群,又相继出土了大片玉器,在一座基石种当中,出土了一具完整的男性骨架,它胸前佩戴着双龙香蕉的勾云形斑次配, 最令人感兴趣的是,尸骨手上还握有两只玉龟,玉器在古代有着非常高的地位,古人认为玉能够沟通天地,常常用作祭祀之物,能够带着玉下葬,尸骨主人的身份应该不简单,这两只玉龟浑然一体,无头无尾无足,这又跟女娲补天时段归足以历四级的神话传说相契合,正因为这些巧合,专家认为女神庙供奉的可能就是女娲,那么女娲到底长什么样子呢? 或者说五千多年前的女性长相有什么特点,出土的女神泥素非常完整,有着标准的盾牌形脸,飞扬眉,掉脚目,耳朵也很大,整体看起来典雅又灵动, 在通过现代技术复原之后,红衫女神塑像被修复,复原出的女神头像具有华北人脸的特征,若是加上头发,应该会更加惊艳,自从女娲像被公开之后,不少的网友表示,女娲言足以秒杀当代女星,而且女娲作为人文始祖,任何一个女星都只能仰望,说起女娲,长久以来都被当成神话人物来看, 然而山海经却透露了一个秘密,女娲是真实存在的历史人物,而且,我们还找到了相关证据,证明她用了一种特殊的方式,将女娲族的文化信息传递给了皇帝族,帮助皇帝开启了璀璨的华夏文明,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,在以前的文章里,我们将大荒之地洛阳盆地和附近的甲湖文化做过对比研究,发现甲湖古迪的节气观测法,传承了大荒经中古老的连山里,另外,洛阳盆地中, 对应天上二十八秀的二十八座定位山,也在甲湖出土的陶府上得到形象的再现,因此,我们可以合理推测大荒经诞生的年代,早于距今九千年的甲湖文化,保守估计在一万年以上,这个年代已经超出了炎帝皇帝时代,而指向了更古老的福西女娲时代,然而,山海经中并没有出现福西,只有女娲,提到女娲的地方也只有一处大荒西经里说,有神识人,名曰女娲之长, 画为神,处立广之也,横道而处,这画确实令人费解,怎么女娲的长子能一下子画为十个神,而且还那么横行霸道呢? 相关解释五花八门,最雷人的一个,说女娲被人杀害后抛尸荒野,长子流了出来,画为了神,这种说法实难令人信服,有一点我们别忘了,大荒经是数图之作, 如果我们能把文字还原成图画,结合一些历史常识,就不难领悟到其真实含义了,画面上应该有女娲和十个人的形象,所谓的女娲之长,画的应该是女娲的蛇身,而那十个所谓的神,其实是人,这些人头上可能带着奇形怪状的事物, 因为她们正在干一件特殊的工作,祭祀,所以,整幅画面表现的,应该是远古先民祖先崇拜的场景,而崇拜的对象正是女娲,不过,这时候的女娲已经由祖先升格为神了,既然成了神,自然跟人要有所区别,所以,后世将人和不足图腾结合,造出一个神来,这样的话,女娲的人面蛇身,也就不足为怪了,跟西方的神不同,中国人尊崇的神最早都是人, 而且是在历史上做出杰出贡献的伟大人物,否则,她就没有资格成为神,被后世顶礼膜拜,这是中国神话的一大特点,也是中国神话可以部分当历史来读的原因, 尤其是越古老的神话,包裹着越真实的历史,因此,大荒经的这段记载,就是女娲却有其人最早也最有利的证据,当然,关于女娲,我们更熟悉的还是女娲补天和女娲造人,女娲补天出自西汉刘安的淮男子一书, 女娲造人,则出自东汉英少的风俗通义,这两段记载,一般人都是当神话来读的,在证明女娲是真实历史人物方面, 反而比不上另外一部已经失传且名气不大的唐朝古书,叫《真原妇,女娲,至百有三十载而落其长,原化而神,据立广之也,横道而处,陆史,卷十一》, 引真原妇,真原妇的记载,显然源于《山海经》,但却明确指出,女娲化身为神之前,在人间统治了一百三十年, 最早看到这条资料,我觉得可信度最多两三分,但知道真原妇的作者后,反倒觉得有七八分可信了, 因为作者不是别人,正是大名鼎鼎的袁天刚,他曾和李淳峰合著了一本书,叫《推背图》, 您想啊,未来都能预言的那么准的人,知道点不为人知的往事,不是很正常的吗? 问题是,女娲如果真实存在,她能统治一百三十年那么长的时间吗? 其实,世界上很多古籍都显示,远古时期,人们寿命普遍较长,我们看《圣经》,讲到西伯来人的祖先,动辄就是活上好几百岁,与之相比。 女娲统治一百三十年,实在不算什么,据文献和考古研究, 女娲族的活动范围,大体是在以近洛阳盆地为中心,男子如水,北底太行,西企同观。 东到鲁西的广大区域,这跟《大荒经》描述的大荒世界的中心,范围是一致的, 可能正是望山观日法,即原始的连山地的发明,让女娲族学会了掌握天使, 大大增强了生存能力,扩展了生存空间,至此,我们让女娲从神话走进了现实,统治了一百三十年后化身为神的女娲, 应该是女娲族一位伟大的部落首领,您相信女娲是真实存在的历史人物吗? 如果您相信,那么您会怎么解读女娲补天,女娲造人的故事呢? 而我们更想知道的是,女娲用了一种什么方式,将文明的信息传递给了后世呢? 有学者认为,淮男子记载的女娲补天神话,很可能和陨石撞击地球有关, 这一天文事件在全球范围内,引发了地震、山火、洪水等一系列灾难, 尤其是处处泛滥的大洪水,几乎给全人类带来灭顶之灾, 所以我们看到,在苏美尔,古埃及,古印度,古巴比伦,以及西伯来,玛雅等古老文明中, 都有关于这场史前大洪水的记载,这绝不是巧合,而从淮男子的自立行间,排出明显的神话元素。 呈现的又是怎样一幅画面呢? 也许我们会看到,在汹涌而来的灾难面前,身为部落首领的女娲挺身而出, 带领族人齐心协力,共抗天灾,很多人因此存活了下来, 在幸存者看来,陨石把天给撞破了,是女娲带领他们脱离了灭顶之灾,这不就是女娲补天吗? 而在灾难最严重的时候,女娲族人应该也和圣经中的西伯来人一样, 有过长途跋涉的流浪生涯,为保证途中食物充足, 他们从河洛地区出发,分散向各个方向,走了很远,很远, 很多年后,又像摩西带领西伯来人重返迦南地一样, 女娲也带领族人回归了故土,荒芜的土地重新得到开垦,人烟逐渐稠密, 这或许就是女娲造人神话的源头, 这样看来,女娲确实是创造了神迹, 当年跟女娲族一起归来的,还有她们在远方的所见所闻, 这些宝贵的知识和信息都被精心地保存下来, 也就是说,上古时期有形的文化遗产, 其实比我们想象的要丰富得多, 她们成了大禹时期创作山海经的重要素材, 尤其是大黄金, 显然跟女娲族及其后裔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, 那么,远古时期, 人们是通过什么载体向后世传递信息的呢? 我们很多人之所以不相信女娲的真实性, 不相信神话的内核是历史, 有一个重要原因, 就是神话所描述的年代, 和已知最早有文字记载的年代, 中间相隔了千年,万年, 如果神话的内核真是历史, 那么这些历史信息是怎么传递下来的呢? 依靠口口相传, 或在岩壁上涂鸦, 似乎很难传递如此丰富的内容, 其实, 已经有越来越多的资料显示, 女娲族可能用到了一种特别的载体, 玉板, 据竹书纪念记载, 皇帝, 由于落水之上, 见大鱼, 杀五生以叫之, 天乃甚雨, 七日七夜, 于流于海, 得图书烟, 龙图出河, 归书出落, 赤文转字, 以寿宣远, 竹书纪念, 注意, 这里的龙图, 龟书是带文字的, 跟我们熟悉的河图, 落书内容不一样, 但在铁很可能是一样的, 掀开龙马富途这类神话的面纱, 我们不难推断, 所谓龙图, 龟书, 应该是指, 被打磨成龙, 龟形状的玉板, 或者刻着龙, 龟图案的玉板, 而这些, 应该是女娲或者女娲的后人留下来的, 他们将自己获得的知识刻写在玉板上, 或藏于大山, 或投入大河, 或陪葬于地下, 既是一种祭祀天地山河, 适者亡灵的方式, 也是一种知识和文明传递的途径, 关于玉板的考古实物, 我们目前发掘的很少, 但不是没有, 比如新石器时代晚期的灵家滩遗址, 比皇帝时代稍早一点, 这里出土了一块玉板, 上面刻着的图形, 被有些学者认定是最早的八卦图, 此外,该遗址还出土了阴形玉板, 龟形玉板, 乃至人形玉板, 证明在远古时代, 玉板确实是一种重要的知识载体, 是一记记载, 姚帝也曾在和洛之宾得到玉板方式, 上面有天文和地理的图画, 此外还有金币, 上面的文字记载的, 居然是天地造化的开端, 另句左传记载, 大禹当上天子后, 九幕及九州的首领, 向大禹上贡了两样东西, 一是贵重金属, 二是本州图画,上贡图画的有载体吧, 在没有竹简, 更没有纸张的时代, 玉板作为载体的可能性是最大的, 传说大禹至水时, 从落水得到的落书, 是刻在灵规的背上, 其实应该是刻在归形的玉板上, 所以咱们就能理解, 山海经为何记载了那么多产玉石的地方, 对玉石的品种也是不厌其烦的介绍, 这就跟我们今天谈论纸张的品种一样, 我们不要低估了中古时期对上古史的了解程度, 宋代以前的人看过的上古史资料, 比我们现代人要多得多, 所以他们的记载非常具有参考价值, 以上几种古籍的记载, 就给我们传达了三个重要信息, 一是远古时候, 先民们曾以玉板记载重要信息, 这些就是最早的图书, 二是玉板集中出现的地点, 在黄河落水一带, 也就是洛阳盆地附近, 这也进一步证明了洛阳盆地是上古时代一个重要的文化中心, 而且从中山经, 中字六经描写的洛阳盆地周边的山外来看, 他们都有一个突出特点, 盛产玉石, 这就为制作玉板提供了充足材料, 第三个关键的信息, 是皇帝之前可能就出现了文字, 苍结造字的传说不是虚构的, 而苍结显然也是在前人的基础上完成了造字任务, 说到这里, 我们倒是很想知道, 女娲和皇帝, 一个是神话传说中的造人之神, 一个是正式记载的华夏始祖, 他们到底是什么关系, 史学界普遍认为, 皇帝和女娲是有传承关系的, 而这一点, 我们在山海经里也找到了相关线索, 比如海外西经提到轩辕之国时说, 轩辕之国在此穷山之际, 其不受者八百岁, 在女子国北, 人面蛇身, 伪交手上, 文中提到轩辕之国在女子国的北边, 我们前面文章说过, 海外经作为数图之作, 其相邻的两国, 不一定是空间上的概念, 也有可能是指时间上的传承关系, 另外, 轩辕之国的人特别长寿, 活到八百岁就算短命的了, 我们也早就知道, 历史上最长寿的人是彭祖, 他就活了八百岁, 而彭祖正是轩辕皇帝的第八代孙, 另说第七代孙, 这间接证明了皇帝和轩辕之国的关系, 此轩辕几比轩辕, 彭祖则很可能是轩辕之国最后一个拥有长寿基因的人, 这段记载还透露, 轩辕之国还有个重要特点, 就是人面蛇身, 这跟我们了解的皇帝可大不一样, 而跟福系, 女娲是一样的, 其实, 我们只要看看蛇和龙的关系, 就都明白了, 皇帝族的图腾龙, 最早是由蛇演变而来, 一开始只是比蛇多了四只脚, 在后来逐渐进化, 才成了今天的样子, 我们现在有些地方还习惯管蛇叫小龙子, 总之, 山海经这一条资料, 暗示了轩辕之国传承于女子国, 及皇帝族传承于女娲族,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